打浴室的防水胶 这个case呢是在北约克 然后客人让我过来帮他打一下防水胶 这里边都一胶都已经没有了 所以呢 首先清洁清洁完了之后 这都没有了 基本上都掉了 这都没有了 所以这就是有漏水嫌疑 这是condo 所以格外要注意 然后外面也是 外面都已经掉了 你看这些 都给他惹目 然后缓心就成了 就这样 这个防水胶确实得需要打了 这不是说防水胶老化 像这块刚才清理了这些东西 这还能清理出来 这块都没有防水胶 那洗澡的时候这起步是很危险 这都没有 尤其是condo洗澡时很危险 容易容易漏到楼下去了 你看清理的也不多 垃圾也不多 有三分二的地儿都已经没有防水胶 不知道为什么 之前 之前是有人清理过了 还是没打就不知道了 对就这样 这是外面的 这是外面的 外面的再给他把这块打了 外面都有 他里面这块确实很糟糕 没有关键事 OK 这个防水胶里里外外都给他打了 玻璃这块也打了 然后这边底面 马赛克打的时候要小心 因为它是一块一块一块的 所以说量不要太多 太多的话 这个可能是刮不干净的 少的话又不起作用 所以说得要适中而已 对大概就这样 里里外外都打了 OK